哈喽兄弟们我是有风 今天的话教大家做一个旅游类的一个频道 有风的话之前的话在网上看到一个旅游频道 这个频道的话播放量的话 还有人气的话非常的高 我首先需要查看一下这个频道的话 它是否开通一个广告获利 那方法很简单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电脑上 比如说装上这个NEXLEV 你可以装在你的一个浏览器插件里面 装好以后的话 我们打开它的一个YouTube的一个首页 然后这里的话它会就会显示一个 它是开通了获利的 它的一个视频内容的话 主要是关于一些旅游类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美国最值得 比如说美国值得去旅游的50个地方 50个地方 欧洲值得去旅游的50个地方 法国最值得旅游的18个地方 等等等等 它这个频道的话 主要就是做的这种旅游类相关的一个视频 主要有点像那种Top10的这样一个频道 那它里面的话会进行一个 比如说10个 10个12个14个等等 其实像这样的视频的话 我们其实制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随便点开它的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比如说欧洲最值得去玩的50个地方 点开来看一下 那有风大概看到一下的话 其实它整个视频的话 基本上就是用素材剪辑而成 非常的简单 像这种旅游类的一个CPM的话 它的一个像这种旅游类的CPM 大概的话是在4美元左右 而普通旅游类类的一个网站 它是在4美元左右 但是如果你的访客在欧美国家 比如说你这里一些美国 或者说欧洲 那这些地方的话 这种经济发达的国家的话 它的CPM的话 就可以高达一个10美元左右 那我们以这个视频为例 这个视频在6个月之前发布的 就是欧洲值得访问的50个地方 它有接近340万的一个博方链 我们来计算一下它的这个视频的一个收入 我们用340万 过我10百千万 10万百万 除以1000 我们再去乘以一个10美元 这个视频的话 它收入的话都在34000美金左右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的话 它你看这是一个月之前发布 三个月之前 七个月 差不多它要一个月 或者有时候是三个月 它才会发布一个视频 那一旦它的视频的话 发布到它的频道上 它就可以持续的为它带来一个收益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两年前 四年前 四年前 三年前 你看这里有2000多万的一个博方链 两年前发布的一个视频 可想而知 它这个网 它这个频道的话 收入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们要制作这样的视频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大概看了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配音 配音的话 我们可以用AI来帮我们配 还有就是需要一个视频素材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视频的一个脚本 因为你这个视频要说些什么内容 你需要一个脚本 还有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封面 这些封面的话也都非常非常简单 那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来制作 那视频的话 我们可以交给AI来帮我们生成 比如说因为Video AI 那你只需要给它一个简单的提示语 它就像CAT-GPT一样 那它会根据你的一个提示语 帮你生成一个对应的一个视频 那以往的话我们自己去找素材的话 真的非常的耗时耗力 那现在有了AI的一个帮助的话 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要制作这种旅游类的一个视频 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个脚本 脚本的话我们可以有大概问一下GPT 我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 我说世界上游客最多的旅游圣地有哪些地方 那比如说他帮我们说法国 美国 意大利 中国 西班牙 泰国 等等等等 其实有AI的帮助的话 他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提示语 他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灵感 那像这个视频他就是做的一个50个欧洲值得去旅游的一个地方 那比如说GPT的话我还可以问他 那比如说法国必须去法国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 那我还可以再问一下他 那这个时候的话GPT的话他说法国是一个历史文化风景的国家 他比如说巴黎啊 凡尔赛宫啊 罗友啊 河谷啊 嘎那啊 等等等等 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去旅游 那接下来我们有了一个视频 我们又有了一个脚本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交给我们的一个InVideo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 那我们首先需要用你的一个Google邮箱登录一下 InVideoAI的话你可以 你可以先试用一下效果 我们点击这个 试用InVideoAI 这里的话需要给他一段提示语 这个提示语的话非常的关键 那你需要告诉他明确的 你想要生成什么样的一个视频 那你写的越详细 他生成出来的一个视频效果的话就可能 越那他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可能就会更满意 但是他只认识一个英文 我们前提的话 我们需要先将我们的一个中文的话 翻译成一个英文 那永峰写了一段简单的一个提示语 那这段提示语的话永峰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直接复制这段提示语 尝试去 那你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段提示语 直接去生成视频 当然你还是需要大概更改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是介绍法国 你可以改成美国英国德国等等都可以 那我给他一个提示语是这样子的 为我的一个油管制作一段5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 那介绍法国最好的一个旅游景点 那我叫他在视频的开头中说明一份详细的一个旅游自然 那比如说探索美丽的法国 那我希望游客的话了解法国的一些旅游的一些项目 法国的文化 以及在法国期间必须要去看了一些景点等等 那下面还对他要求 我这个视频里面必须要包含哪几个景点 你这个景点的话 因为刚才永峰已经问了GBT 他大概有这几个可能必须要去 如果你去了法国可能要必须要去看的这几个地方 那我也把它加进来了 你的配音的话你可以对他要求 比如说我叫他用美国的一个女性的一个配音 写的随意一点 以便任何人都能观看 也不要写的太专业了 年轻人也可以看 老年人也可以看 还叫他用专业的方式的话进行一个剪辑 一个场景的使用时间的话 不要超过10秒钟 这个时间你可以自己自定义 使用轻松的背景音乐 那我这段提示里的话 其实已经写的非常的详细了 我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 我把它翻译成英文以后 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的英文的AI 我粘贴到这里面来 好接下来我们直接要点击这个 进行一个生成一个视频 这个时候英文的AI的话 它就会根据我们的一个视频的话 那这个时候英文的AI 它就会根据我们上面的一个视频脚本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视频脚本 生成一个对应的一个视频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视频的一个效果 好这个地方它会叫你选择你的 你针对观众它的一个观众群体 那比如说旅游爱好种 还是文化的一个探索 或者说等等其他的 那第二个的话是要专业的 鼓舞人心的还是等等 我们都有选的第一个默认吧 比如说旅游爱好种 一个专业型平台选择一个油管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继续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满意的话 你还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你还可以编辑一下你的提示语 那这跟GBT的提示语其实是一样的 咱们点击一个继续 那这个时候英文的AI的话 它就会根据我们提示语中间所提到的一些要求 来帮我们生成一些对应的一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的话它已经生成好了 五分钟五分五十九秒 这个时间的话你可以要求 比如说你叫他帮你做一个20分钟 10分钟15分钟都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效果 下午的要求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 女性的配音轻松的背景音乐 那这里的话可以显示 比如说1080P的一个效果也可以 你这里可以看一下高清的一个效果 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高清的 非常的漂亮这些风景 它帮我们剪辑的话也剪辑的效果也是非常的nice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话 给它一些命令要求 比如说删掉第二秒的一个场景 还有可以让这个场景的话变得更长 改变当前的一个素材 成什么样的一个素材 那都没有问题 那前提是说它只认识一个英文 那比如说我对它发出这样一个要求 我说将片头的话 改成一个无人机拍摄的一个 艾菲尔铁塔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来复制一下这段话 我在这里的话 那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艾菲尔铁塔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好这里点击一个生成 好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把当天的一个场景的话改变成了一个艾菲尔铁塔的一个效果 你想对它使用什么样的命令 你想怎么改 你直接这里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它就可以了 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这里已经改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OK 这个艾菲尔铁塔已经夹进来了 非常的方便 那当然我还可以点击这个编辑按钮 来进行一个编辑 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调用的一些素材 那比如说这段 这个地方 在这里的话它可能是一座桥什么 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它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这样把它翻译过来 这里一个建筑 我们也可以搜索一下建筑 比如说我想换一个建筑 那也没有问题 那我在这里的话直接搜索一下建筑 下面的话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建筑 如果我想把它替换掉的话也非常简单 我直接点一下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的话它就被替换进来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应用更改就可以了 那当然的话这上面的话还有一个编辑一个脚本 那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 那我们先应用一下刚才的这一个更改 我们点击这个编辑 这里可以编辑脚本 那里面的这些脚本的话 如果你不喜欢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当然的话如果你想增加一些脚本进来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直接点击这三个点 那你是要在之前增加 或者说之后增加 或者说复制的话 那都没有问题 那你更改好以后的话 点击这个保存就可以了 现在的视频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没有字幕 那我们可以给它发一个命令 比如说我说增加一个字幕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就是增加字幕的一个英文档词 字幕的话大家看看 已经加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字幕已经来了 A question many of us have asked and for good reason France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draws millions from around the globe every year What sets France apart you ask It's the unique blend of rich history vibrant culture and breathtaking landscapes 字幕已经加进来 效果的话还是非常的可以 如果这个视频制作好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你可以把它导出来 当然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新剪一个视频 我可以点一下 点击导出导出视频 如果你不是会员的话 你的视频上面导出来的话 就会有一个随影 而且的话你这个视频的一个清晰度的话 你就不能选4K 你最多选1080P 那如果说你要升级的话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升级 看一下它的价格 那最便宜的话就是20美元一个月 20美元一个月的话 每个月的话可以生成50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 可以有100G的一个存储空间 无限制的一个导出 还可以进行一个声音的一个可能都没有问题 这个你可以直接拉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少的话 价格的话就会进行一个更改 上面的话是显示按连付的一个价格 如果你按月付的话 它可能价格就稍微便宜 要贵一点 我们点击导出导出视频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只能选择第一个 选择导出一个普通 这里的话也要选择有随影 这里就可以点击一个继续 那就可以进行一个导出了 那现在的话 它正在渲染我们这个视频 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可能你会问有风 那用VideoAI的话 它适合制作什么样的一个视频 那有风觉得的话 像InVideo这样的一个AI视频的一个网站 它更适合的话 可能制作我们这种旅游风景类的一个视频 因为它里面关于这种风景类的一个素材的话 非常的多 还有的话 可能制作一些历史相关的一些视频也比较合适 还有做一些健康 相关的一些资讯的一些视频也可以 关于一些信息类的一些视频的话 那可能这种InVideoAI的话 这种AI视频生成工具的话 它可能比较适合把你的一个视频的话 直接上传到油管里面来就可以了 那在上传之前的话 我们需要制作我们的一个封面 那封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Cava来帮我们制作 Cava的话它是一个 Cava的话我们就可以用Cava的话来帮我们制作封面 那你这里直接搜索一个YouTube的一个封面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查看全部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油管的一个封面 只要做的话就是把它这个背景的话 点一下它 把这个背景给换掉 把字改一下 把后面的背景的话改成我们一个旅游相关的一个视频 它这个封面的话都非常简单 在上面打两个字就可以了 那也是非常的 那做起来的话都是非常的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Pixby或者说Pixel 那里面找一张法国的一张照片 我们搜索一个欧洲 我们随便搜索 比如说搜索一个欧洲 那Pixel的话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素材 那如果你在这里没找到的话 你也可以用Pixby 那这两个网站的话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素材网站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搜索一个欧洲 这就是欧洲 我们来随便找一张 我们可以当成我们的一个封面 比如说我觉得第一个可以 那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可以 我就点一下它 这里有个download 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 下这种190声音1280 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面 下载好以后的话 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的cover 那我们选择这个模板 我们来随便制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点击自定义模板 把我们的素材的话传进来 这里又上传 点击上传 把我们刚才这个图片拖进来 把这些图片的话正在上传 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背景的话换一下 点进来 OK 然后的话把它稍微拉大一点 这个字的话你就可以改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模板 比如说印度是一个世界 还有一个 那我们就说一个法国吧 把这个字的话改成我们的一个法国 如果有点看不清的话 可以把它稍微拉大一下 法国 然后我们按Ctrl加C Ctrl加V 然后打上第二排的一个字 Place 它就是一个法国字的一个去玩的一个好地方 那如果有点看不清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效果 给它增加一个效果特效 那你可以跟它描个边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描边的一个颜色的话 我们下面是亏选的 比如说描个简单的一个边 直接点击分享就可以了 那如果这张照片不满意 我们其实还可以换一张照片也可以 因为它这里面这么多照片 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可以 那我把这个图片下的下来 同样的我把它上传到我们的一个看网里面 点一下它 把它拖动一下 上面这个纸就不要了 好了 做好了 做好以后我们封面做好以后的话 点击分享 这里点击一个下载 直接把这个封面图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当你上传到油管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封面图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份随便做的一张封面图 这个的话还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制作好的一个饰品 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 通过饰品赚钱 应该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方法 希望你有份今天的分享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 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